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大领导的智慧离自己好遥远 他们是那么的深不可测 如果说有这么一本书 即便你不是大臣的门徒 他仍然给你敞开了了解庙堂之高的智慧大门呢 如果说这本书满大街都能买到一只大隐隐于是呢 这本书叫西游记 在这本书中 只要是佛门最高领导如来佛祖给出的意见决定 都有着最高级的智慧观感 先来说一个引子开场 话说悟空在无底洞 发现老鼠精供奉李天王的牌位后告状到了天宫 李天王认为悟空污蔑他 拿刀要砍悟空 然后被哪吒用斩妖剑拦住 随后李天王大惊失色的怂了 原著中说 傅剑子以剑驾刀就当喝退 怎么反大惊失色呢 西游记的作者借用了传统神话中 哪吒闹海的故事进行了改编 在西游记的原文中说 因为哪吒当年三岁的时候 在下海西岛时把水晶宫踏倒了 随后还抓了蛟龙要抽筋 李天王知道后担心这孩子给自己惹祸 想宰了这小子 结果三岁的哪吒脾皮鱼要大 拿刀在手 割肉还母 踢骨还腹 自杀 还了腹精母血 一点灵魂到西方极乐世界 求佛祖救命 佛祖将必有为 骨河也为一念弄气死回生真言 哪吒有此得的性命 哪吒活了之后 成为了得力干将 立大功香九十六栋妖魔 后来准备载李天王报仇 李天王作为天宫高级领导干部 并没有跟哪吒活拼 而是书里脉落后 找到了哪吒的救命恩人佛祖这儿 这孩子是你救的 现在他要来杀我佛祖 您看着办 佛祖并没有被踢过来这球难住 也没有牵扯进这段父子的恩怨中 而是以何为贵 刺李天王一座 玲珑剔透 使了一子如意黄金宝塔 大塔上层层有佛 艳艳光明 让哪吒认佛作父 给老李磕头 从此老李塔不离手 连名号都被三界改成了 托塔李天王 清官难断家务事 那堆剪不断礼 还乱的账本佛祖都没考虑过 佛祖让哪吒认自己做父 而不是做平叛人 拆解你们过去的冤仇 靠这个佛塔 换哪吒以佛为父 解释了冤仇 其实从理论上来讲 哪吒跟老李已经没有关系了 父亲母血都还了 他的命是佛祖给的 所以佛祖说你拜佛为父 李天王在哪吒眼里 此时就是个老李而已 老李来求佛 佛祖有没有说 哪吒你别杀老李了 他是你爹 理事上说不通 哪吒当初自杀 就是因为觉得你这怂货 不配当我爹 我都还给你 佛祖有没有对老李说 这是你家的事 跟我佛门清静地没有关系 那样就把关系走死了 任何危机 都是能打破旧有的利益链条 都是重新布局的好机会 那佛祖有没有单纯的 就做个合适老 让这事彻底了断了呢 那样从博弈的长远角度来讲 当一次合适老 这就仅仅是卖给了 老李这名天庭高官一次面子 一锤子的买卖可不值钱 绕了一个圈 刺了一个佛塔 效果就完全不相同了 哪吒任佛做父 但也给你老李磕头 这就标志了 两人又重新建立起关系了 哪吒始终有理由 在你老李这名天将 身边拓展佛门的影响力 老李这名天将 也要时时刻刻感恩 佛祖这个宝塔的救命之恩 老李这回之所以大惊失色 就是因为手里忘脱那塔了 看见哪吒八剑 以为借着猴子这事报仇了 原著里说得很明白 今日阴贤在家 未曾拖着那塔 恐哪吒有报仇之意 故下个大惊失色 父子宽喜啊 维系的关键 却是那佛祖的佛塔 所有老李的反应 看成整部西游记 最逗的桥段 老李赶紧回首 先把佛塔拖起来 然后问道 孩儿 你一件架入我刀 你有啥事想说 老李把佛塔拖出来以后 哪吒赶紧弃剑叩头说话 没这塔就是老李 有这塔就是李天王 这对父子此后 都有着一个共同的 天长地久的恩人 这塔拖得越久 这对父子在三界 就月色彩鲜明 话说回来 这老鼠精为啥 共享这爷俩的牌位呢 原著中说 因为这妖精三百年前成怪 在灵山偷食了如来的鲜花宝竹 如来拆捕父子天兵将他拿住 拿住时只该打死 如来吩咐道 鸡水养鱼终不掉 深山为路望成生 当时饶了他性命 鸡子恩恋拜父王为父 拜孩儿为兄 在下方设供牌位 侍奉香火 俩关键点 第一 女妖精 佛门不方便抓 所以派老李去 老李这个天庭大干部 佛祖是有实质上的调动能力的 你在品品十万天兵 为啥在花火山弄不过悟空 为啥那独角鬼王 与七十二栋妖怪尽数 被众天神捉拿了去 只走了四剑将和那群猴 因为总司令是老李 你在品品抓牛王时 佛门金刚天团出战的同时 哪吒父子出现 说的那句 哪吒太子立身高叫 大圣一甲在身 不能为礼 于父子昨日见佛如来 第二 偷视着佛祖的香花宝竹 这也叫缘分 本该打死但佛爷让饶命的 那句话就是让老李收下这个势力 以何为贵的目的是要为我所用 这浩子经后来啥下场呢 八戒沙僧说要醉剐 那妖精天王道 他是奉玉纸拿的 你没资格杀 我得回纸呢 最后这浩子经的结局 貌似没说是吧 实际上 托塔李天王的原型 在西游记中 大概率是作者借鉴了 披沙门天王 其子明那场 其左手托着一只图宝鼠 这浩子经的结局 从作者的借鉴思路中 最后成了李天王的首宠了 再咋地也认过爹 爹是不能乱认的 你同意当爹了 就有了这层责任 你弄死这浩子的最后 就是哪吒又想起来 你这怕事不要儿女的爹 你的权力大厦就会崩塌 所以这老鼠肯定会被保下来 最起码要保给哪吒看 佛祖让哪吒认佛作父 给李天王佛塔保身 这浩子经偷吃了佛门宝珠后 又认了李天王为父 这圈圈圆圆圈圈的背后 是以和为贵 这以和为贵的背后 是佛祖的佛指金面 这佛祖的金面背后 是权力的制衡与绑定 是权力条线的理顺和编织 这是绕圈子的智慧 和权力的制衡与绑定 大家都品品这个味道 还是咱们再为了帮悟空 脱离地气趣味 佛祖发了多少经费中详细说的 西游记的成熟背景质量 西游记的故事 最早自玄奘法师的弟子 惠丽严宗时代算写的 大唐大慈安寺三藏法师传中 就开始加入神话色彩了 类似于开源马 后世各路大神 都在针对西游故事进行创作 在明嘉靖朝 大概率是建设经历过 几乎是中国史上 最强权力斗争后的 一个高级别官员 少来了已经市面上普及的 西游记神话故事小说 根据自己领悟到 见识到的最高智慧 汇编整理写出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游记 哪吒在神话世界中 有人说是太义人人复活的 有的说是佛祖复活的 这其实没有必要深究 看这部高智慧的西游记 咱们体会作者背后 这么描写的关键和智慧 然后思考如何更好的 六经助我 来看看佛祖在西游记中 亲自出手的 三次西经取经团队遇到的最难关卡 一个是道派的青牛经 一个是佛门的师托领 一个是取经团队内部闹崩了的真假悟空案 这三关都是满天神仙解决不了的难题 是取经事业的最大磨难 最终出手解决的 也是佛门的最高领导 释迦摩尼佛 佛爷爷这三次出手 用的是截然不同的三招 先来看看取经团队自己这关 唐僧看不清楚自己金两 以悟空杀强盗坏的性命 伤了天地和气屡教不改为由赶走了悟空 此时悟空刚刚把他从青牛经和琵琶经那里救出来 这都是极难的关卡 言愁取经取道五十六回了 你却把我踢出编制了 海量的功晚大的过 你唐僧这事伤猴的心了 他从前是闹天宫的主 现在已经听话尽心结底的保护你了 打死几个强盗 你觉得这对比他的从前来看这很叫事吗 我知道这猴很狂你看不顺眼 你念念锦固症解解气不行吗 凭你自己道得了西天吗 你唐僧取经取道这份儿还没看明白八戒杀僧就是俩签道的 这一路全得靠着俩人兄吗 眼下啥事最重要呢 取经啊 你动了人家前途这就把路走死了 况且人家的编制是灵山编半批的 你有啥资格开除人家在编的佛物园 你走组织流程了吗 仇给你能的 悟空取经取道这个时候也取明白了 尤其有了前面佛祖和老君沟通的见识后开了窍 这个咱们后面说 干事不再一条铁棒扫一切 也有了套路 悟空刚去了观音菩萨那做的不在场证明 就有一个什么六尔迷猴去假扮他给唐僧打了一顿 关于这六尔迷猴有太多线索指向 这是悟空自己变得分身 后面会一一说道 真假悟空暗闹的三界都知道了两件事 第一 唐僧赶我走 这老和尚不地道 第二 唐僧就让我打了 但打人的不是我 没我他一步也走不动 悟空在造语论 我不仅要回到取经队 我还得挺直的腰板站着回去 天上地下要了一大圈 跟《青牛经》是一样 都不敢说破这个事 毕竟说破了这经就取不成了 佛祖安排这事筹办了这么多年 眼瞅都走一多半 地责王菩萨把悟空推到了佛祖这 最高领导您处理吧 佛祖在真假悟空打过来时就点名了 你们都是一颗心 现在两颗心都来了 落地的重点是两颗心 佛祖并没有把这事定成真和假 这事解决的起手势上来就是 如何将两颗心变成一颗心 悟空嚷至台下 归佛祖之前 所有做了整个西游剧全文中 最精彩的工作汇报 没有之一 弟子保护唐僧来造宝山求取真经 潜台词 充分肯定领导安排这工作的伟大意义 灵山是宝山 取的是真经 一辈子不说软话的猴子到了佛祖这儿 跟宝宝一样 而且是跪着拜说 啥时候见悟空在别处有这个造型 满天下悟空的恭敬最值钱 啥时候都误以惜为贵 一路上恋魔福怪 不知废了多少精神 潜台词 为了佛爷爷 您安排这伟大事业 我算是豁了老命 您安排的事是头等大事 前置中途 偶遇强盗截掠 伪师弟子二次打伤几人 师父怪我赶回 不容同败如来今生 潜台词 弱化自己的过错 是打伤不是打死 你瞅瞅这小机灵鬼 结果师父就不允许我 同来扮您今生了 谁说猴子不会说话 得看对谁说 猴子哥将取经的最终目的 归结成了 败如来今生 取经不重要 败谁最重要 弟子无奈 只得投奔南海 见观音诉苦 不起这个妖精 假辩弟子声音相貌 将师父打倒 把行李抢去 师弟悟静寻至我山 背着腰假捏巧言 说有真僧取经之故 悟静脱身至南海 背说详细 观音之之 遂令弟子同悟静 再置我山 潜台词 佛爷爷 我没把这局面给您惹到不可收拾 我又不在场证明 因此 二人并比真假 打至南海 又打到天宫 又曾打见唐僧 打见幽冥府 巨莫能辨认 前台词 满世界 我都嚷嚷了一遍 别人都不够级别 得您出手 故此 大胆轻躁 千奇大开 方便之门 广垂慈敏之念 与弟子 辩明邪政 竖好保护 唐僧 千败金身 取经回东土 勇扬大叫 最后 这是句总结 人家猴哥根本就没说啥假猴子的事 说的都是自己的工作详情 与唐僧的矛盾问题 最终请求的是 辩明邪政 跟假猴子没关系 是辩明邪政 不是真假 是领导 您看我这一路 降妖除魔 是邪是正 人家也没说撂挑子 不干的狠话 明明确确的说了 想继续再为佛爷爷您效力 拜金身 传大叫 归根结底 就是悟空打了唐僧 让我跟佛祖说 佛爷爷 我对您安排这事业尽心竭力 您得管管这不懂套路 真产子 佛祖听完悟空汇报后 赶紧给悟空编了个故事 帮他把这事圆了过去 说这假猴子是六耳迷猴 此猴若立一处 能知千里外之事 凡人说话 亦能知之 故此善灵音能查理 知前后万物皆明 六耳迷猴的所有推理 咱就不说了 还是节省时间 单纯就拿常识思考一下 咋可能有这种动物 真要是这么厉害的话 绝对各千里之外 天天听佛祖和老君 这最高级别的秘法了 早就变成另一个佛祖了 咋可能稀罕去假扮一个猴 更逗的是还那么巧 悟空刚被开除就假扮上了 更神奇的是 跟悟空一样本事的六耳迷猴 被悟空打死了 一样的本事 咋可能被一棒打死了 前面打了这么久都没事 现在一棒都就干死了 咋那么逗呢 咋死的就这么恰到好处的NPC呢 重回取经团队的任务 刚完成悟空就安排他领盒 犯了一句活口都不留啊 熟悉吗 神话故事照进现实了吗 这一整套流程 都是猴哥画的一个圈 把唐僧打了一顿 把周天蒙了一顿 让大领导帮他圆恍 气我也出了 我看你老和尚今后还敢不敢敢我 猴哥画这圈 最终佛祖给的出一意见是啥呢 你的辛苦我都知道 你脑子开窍了我也知道 你这次绕了一圈表忠心 我都听见了 这次悟空这工作汇报 回来阿诺加耶出了会议纪要后 要发送给各单位都学习一下 这小思维比当年闹天宫时高端太多了 好好干 你这趟曲经回来以后 我给你一个坐连台的指标 佛祖没说让悟空成佛呀 只说了一个功成归极乐 辱义坐连台 菩萨们也有连台 后面石头领那关文书普贤菩萨 那都是念了类似于紧箍咒的咒语后 扔下了连台后 骑到了青石白象身上 悟空你肯定是有高级编制的 但佛祖这话没说死 是啥级别最后还得看你后面表现 还是那句话 佛祖永远保留着最终解释权 佛祖咋处理这事 有没有纠结杀强盗和打死溜儿迷猴的善恶 有没有说破悟空这绕了一大圈的套路小聪明 并没有 杀事最重要 取经最重要 普度更多人更重要 把好思想传过去最重要 为了让这一趟势力走下来 这背后是沟通了多少势力 你唐僧这次要负主要领导责任 你差点把这事整黄了 地听万一喝点酒说秃鲁了呢 这事就砸了 说一千到一万 编制是谁给的 开除悟空轮的道 你说话吗 你拿我灵山编办当什么的呀 佛祖对取经的最大功臣 给予了大面子和大承诺 过去就都过去了 一切向前看 把法传给东土传过去 这事最重要 这一关 佛祖用的智慧 是善意的谎言和论功给前途 第二关《青牛经》那一难 各路大神解读的比较多 共识比较一致 咱们在这里简单谈一下 《青牛经》是经历了奎木狼平顶山后 老军势力布下的最难一关 老军把最枪法宝金刚卓拿了出来 这圈子能套万物 你死活打不过 包括天宫的救兵 都被人家套走了兵器 这么高级别的圈子 这么品相独特的牛 天宫的干部们 谁能看不出来 这是太阳老军的司机 但没有一个人敢说破 悟空最终去西天 第一次求了佛祖 佛祖曾给老军面子 对悟空说 我知道是谁 但是你嘴不严 直接说破了 人家就找我麻烦了 人家坐了直派司机出头 我不能直接把这事挑开了 越是高级别的较量 越需要用棋子的博弈 去分出胜负 大领导的战场在棋局 棋子们的战场在人间 人家拿圈子套你 我也要绕个圈解套 佛祖的武器学名叫十八立金丹沙 很多大神对这个武器 解读为十八座金山 这很有道理 文中解释十八罗汉首放杀时 作者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此杀本是无情物 盖地遮天把怪拿 只为妖魔亲政道 阿罗奉法逞豪华 无情物就是钱 遮天盖地的钱 罗汉奉法指 花钱买路 啥事不能说得这么明 金山要说成金丹沙 要体面 等十八座金山被套走了以后 罗汉对悟空说 你去找太上老君吧 此时的猴哥还没明白 高级别的办事套路 还在怪罪佛祖 还说可恨可恨 如来却也闪钻老孙 当时就该对我说了 却不免叫如等远舍 不过他学得很快 很快就要照猫画虎了 他三章过后 马上就要画圈打唐僧了 见识对于聪明人来说 那真教是典时成金呢 最终老君带走了四季 然后下一张开头的一句话 极有玄机地给出的总结 君平勿我与亲愿 始合西天本愿 西天本愿 是君平勿我与亲愿 都在金丹沙里了 我干了你随意 老君对佛祖的处理方式很满意 所以老君降伏 却朝天下把青牛千转 佛爷爷面对 跟自己一个级别的老君 是用了两招 一 给面子 不仅看破不说破 还安排了十八罗汉书给你四季 第二 送大礼十八座金山给你 青牛经这关过后 老君基本上不拦着了 当然案里有时候还是死半子 比如九床元圣是咋下接的 那是奴偷喝了一瓶酒 然后太义天真道 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 换作轮回穷业 你吃了该醉三日不行 大领导说这种话都是有玄机的 说的是老君的酒 这就是有暗示的 但老君在此关过后 再也不亲自派司机下场了 这就很圆满了 佛祖轻描淡写间 将这事处理的圆满 不能再圆满 佛祖有没有去讲道理 有没有去暴力冲突 人家道教也有理能刚领 况且大唐的皇帝姓李 人家凭啥眼睁人看着你 佛经去东土普及呢 佛在佛经中的解释含义是 福慧两族尊 圆满的福报 圆满的智慧 那十八座金山是福 那绕个圈的思路是慧 悟空就是在这关过后 彻底开窍了 还是那句话 见识对于聪明人来讲 那叫点识成金呢 来看第三关 在石头岭 悟空是第一次被拿捏得这么无助 让以大鹏为核心的石头岭 三巨头搞得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关于大鹏很有来头 凤凰生的孔雀和大鹏 孔雀出世时罪恶 各种吃人还把佛祖吃了 佛祖本来打算干掉孔雀的 却经诸佛劝解后 找了由头 收编成了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这个收编的套路 在咱们讲脉络百战的历史中 讲述了多少次 大家还记得吗 还是那句话 西游记是一个大老 脱化神话故事的载体 写的是人间事 西游记里没有说大鹏的原始势力 但大鹏明显是找茬来的 或者说也是和佛祖攀关系来的 大家看看大鹏做的今儿 他这个师托国的国王 首先找了佛们的两个大老司机去结拜 青师和白相一直是在师托岭的师托洞 原著中说 我大大王与二大王久住 师托岭师托洞 大鹏五百年前就是师托国的国王了 在师托岭的西四百里 之间双方是没有兄弟关系的 结拜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唐僧肉 担心一个人的能力不够 于是找来了青师白相入股 原中写了 三大王不在这里住 他原住处离此西下有四百里远近 那乡有座城换作师托国 他五百年前吃了这城的国王级文武官僚 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 因此夺了他江山 如今尽是些妖怪 不知哪一年打听的东土唐朝 拆一个僧人去西天取经 说那唐僧乃实事修行的好人 有人吃他一块肉 就能严寿长生不老 这人怕他一个徒弟孙兴者十分厉害 自家一个男为 境外此处与我两个大王结为兄弟 何以同心打伙捉那唐僧也 师托岭和师托国之前不是一个公司 仅仅就在几年前 唐僧出发后 专门为了吃唐僧立的项进行的合并 这仨不是几百年的兄弟 仅仅是几年的兄弟 是大鹏为了吃唐僧搞出的 这个师托岭联盟 理由是孙兴者十分厉害 其实大鹏想吃唐僧凭自己根本没难度 拿悟空是真真正正的手拿把算 原著中说 这妖精山一翅就有九万里两山就赶过了 所以被他一把抓住 拿在手中左右挣脱不得 一次要走 莫能逃脱 即使变化法 顿法又往来难行 变大些他就放松地抓住 变小些他又揪紧地抓住 更不要说大平他还有那阴阳二七平了 他为啥要拉清师白相入伙呢 为啥还要认这俩为哥哥呢 因为清师白相跟唐僧啥用都没有 但是有身份是一样的 大鹏对这俩一直藏着肩 原著中写了 他们哥仨和悟空哥仨对打时 大鹏对的是悟空 八戒 沙僧 清师白相 这六个人打了很久 所谓他六个斗坝多时 渐渐天蓝 随后八戒和沙僧先后被抓 悟空这个时候跑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和悟空打了很久的大鹏 在远远追悟空的时候 才显示出真实的威力 一把就给悟空抓了 悟空想尽办法还是跑不了 大鹏一直极度会隐藏自己的实力 让清师白相 这俩傻缘解为自己所用 后面还要立正 这狮子是佛门的重要打手 背景很深 据说当年天晶排桃圣燕 没请他这狮子张嘴如城门 十万天兵不敢交锋 关了南天门 这祸吞了悟空后 差点被佛门弄死 他张嘴能有多厉害 十万天兵会怕他 这就好比悟空闹天宫时 在从丹炉里头杀出来后 加了狂暴仅仅和左胜针军的 左使王林冠打了个平手 要掉了三十六元雷匠 就把悟空困住了 十万天兵会弄不过悟空 怕的都是背后的势力罢了 大鹏拉住了佛门中 两个身后背景的赛编人员 认为兄长是俩目的 第一 吃唐僧这事儿 自己不是第一负责人 第二 人家清师白相有编制 自己确实没编制 注意 佛祖封了孔雀菩萨 原著中却没提他大鹏什么事儿 佛祖去收大鹏的时候 带了几乎整个西天队伍 是大鹏的本领那么高强吗 佛祖抓他也没费多大劲 只是因为大鹏跑得太快 佛祖担心他扇击翅膀就颠了 满天兵将就是为了围个水泄不通 原著中说 只见那过去未来 健在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 三千七里神布散左右 把那三个妖王围住 水泄不通 这有一个极高的智慧 就是最高领导只要出手了 就一定得必胜 你要让他跑了 你可就栽大了 你要是赢不了 你的权力结构会迅速崩塌 所以各方面必须准备万全 等青师白相都现言行后 大鹏面对满天神佛依旧不投降 而是忽悠青师白相说 大哥修得耸惧 我们一击上前 使刀枪朔倒如来 多他那雷音宝叉 然后他是自己这么做的 二菩萨既收了青师白相 只有那第三个妖魔不服 腾开世 丢了方天己 扶妖之上 轮力爪 要雕琢猴王 最后一刻 他还在忽悠那俩傻缘解 两位大哥咱们使枪刀 射倒如来 多他雷音宝叉 让这俩炮灰顶雷 到了自己这儿 却瞄准了猴子 多灵啊 他的敌人是猴子 让那俩捅如来 啥意思 佛爷爷 坏人是那俩傻缘解 咱俩这关系没走死 随后被佛祖亲自下场 用大法力给控制了 大鹏自此被控制在佛顶上 然后和佛祖谈条件 佛松给了他一贡品邀先权 大鹏这一关 自己变成了上一关的悟空 做局要待遇 仔细拼命大鹏这档手法呀 他不是悟空这天造地设的 佛祖精心安排 不是唐僧那佛祖二徒弟的嫡系班底 单纯从孔雀那能攀上点亲戒 跟刘备那中山静王之后赛的 好听点叫黄叔 不好听那就是老刘 但大鹏这关后称了佛祖的身边人 这是多大的进步 还凡做好事我教他先济如口 佛祖这一关的手段是啥呢 用极强的暴力和万无一失的准备 让魔王皈依 上面佛爷亲自出手这三关都是世俗招数 给面子买路 照顾骨灌情绪 最强武力降妖 佛祖有没有坐那念经 把青牛经跟大鹏念死了 把苏武功和六二迷猴这笔烂账念没 有没有对青牛经 苏武功大鹏鸟这仨说啥劝善的话 有的人劝善管用 有的人劝善的就是对牛弹琴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再复盘一下这三关 让同等势力放行靠的是什么 面子和金子 利益的事就要利益去说 这个时候不要谈主意 第二 让心怀怨念的下属好好干靠什么 尊重和前途 你下面小团队的那堆七零狗 所以都不重要 让你闹到天宫的主 去无奖四美三热爱也不现实 一句我懂你不白干 比啥都强 第三 让最强妖怪扶法靠的是啥 是万无一失准备后的御驾签征 孔雀和大鹏都是如此 你别看破坏力那么大 但从此我给你困住了 磨你个几千年 你性子就不野了 那猴之前还狂得没边儿了 判了五百多年以后 现在也知道鞠躬磕头了 强烈注意 这三观是西游记中最强能量的关卡 佛祖对待高能量的关卡 并没有拿士族中的吃斋念佛诵经 打坐因果报应这些手段去应对 而是见招拆招的各取所需 给予了相应的最强能量回应 佛本意是觉悟者的意思 所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乃佛教修行之最高果位 成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这都是帮你获得福和会的手段 慈悲和力量 世俗和净土 都是合而为一的 最后呢 再说一个特殊群体的问题 大明王朝以五六六这部剧中 有一个高人气的宦官叫杨金水 他是江南制造局一间浙江士博司总管台监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 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 这个人在浙江大案事发后 作为闭嘴的关键棋子主动疯了 将上了秤千斤打不住的事扛了下来 杨金水的上面是他的干爹 大明的内相 自己建掌印台的旅方 旅方上面那条线都是大明的皇帝家境地 杨金水通过自己的风 断了所有的线索 他享受了泼天的富贵 当遇到危机上层建筑的凶险时 牺牲自己去保护了上层建筑 这是他的命 也是他的生态位 杨金水的下一层 那个浙江首富制造局官商 沈一时在这事马上盖不住 且家境缺钱的时候 扔出一档替罪羊的 沈一时在自杀前说过这么一段话 上下挥霍无度 便掠之于民 民便在即便掠之于商 沈某今日之结局皆一了中事 其实这话说的对比杨金水就欠点清醒 你想受着这制造局的垄断待遇 当着这浙江的首富 这就是你的生态位 你注定属于出了事后 要被放弃顶雷的脏手套 西游记中有这么一伙 按理讲背景特别深厚的妖怪 是三个犀牛精 按背景来讲是不该死的 但最终却死得稀里糊涂 之所以说这仨犀牛精背景深厚 是因为他们在西游记的第91回中出场 在灵山不远处就干着假扮佛祖收灯油的勾当 胆大妄为的干了几百年还没有事 注意一点 这不意味着犀牛精就是灵山某机构的三产代言人 首先 原著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还有一种可能 这伙犀牛精是另一派大佬的势力 因为此处为犀牛贺州腹地 所以入乡随俗地假借着佛派的名义在金平府收税 由于各方面利益平衡的考虑 灵山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如说这伙妖精的洞府在金平府的更方东北处 它的老弯叫青龙山玄影洞 青龙五行属木方向为东 玄影是纯黑碎的意思 五行属水方向属北 这个代号从暗示的角度来讲很有意思 而且这伙犀牛精逃跑的时候 也是始终往东北方向 跟西方南辕北折 请救兵的时候 即便御帝的圣旨到了以后 四目勤星明显仍然不愿意汤坠浑水 行者道 在金平府东北更地青龙山玄影洞犀牛成经 然后斗木蟹奎目郎讲目教道 若果是犀牛成经 不许我们只向锦绣去罢 他能上山吃虎下海前夕 悟空报了地址 说明白了这会儿妖怪的位置 而且那撒西又已经认识四目勤星 后面原著中说 那三个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 俱到不好了不好了 他寻将降手来了 小的们各顾性命走爷 这说明这三星是不愿意汤这个浑水的 为啥呢 仔细品一品 最后是天生人表示说的什么废话 有执意干去 四目勤星的背景中原著并没有兜写 但奎目郎的比较明显 大概率是老君的人 因为他作为黄袍怪被逮捕后 玉帝贬他去兜率公 与太上老君烧火 带奉拆草 有功复制 无功 重家其罪 紧接着下一关平顶山那俩烧火的童子就下街来了 谁的小弟谁处理 很快奎目郎也官复原职了 而且奎目郎在抓着撒西牛精的时候 全程没动手 真正下死手的是井木案和角木郊 斗木屑和奎目郎负责杀的是那群小牛妖 并且在凯边看场子 自始至终没下手干那撒西牛精 写这段的意思是夯实一件事 西牛精的背景很硬 第一 西牛精如果是灵山的三产 这说明背景不得了 第二 西牛精如果是兜率公的三产 这说明背景更不得了 这会儿西牛精虽然来了一部小 但原著中并没有明确指向他背后的归属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大领导下来帮他们说话 这恰恰也是这一张写错的高明之处 这伙妖怪必须要闭嘴 不能让他说出背后的大领导是谁 因为他干的这活实在是太不体面了 无论是哪方面的领导都不会承认他们的 其实这仨西牛精曾经有过一次避祸的机会的 他们是不知道唐僧的长征不得功效的 最开始就是打算寻常吃法的 是悟空叫阵以后才明白反应过来要来问问情况 然后唐僧说了自己的来历 我是唐王安排要做水路大会 因为经文功效不对头 观音菩萨点画 西天经文聊笑好 然后来取经的 这堆来历 唐僧说的没有一句让人害怕的 这里面他的最大背景是唐王 观音菩萨仅仅是指画 所以那撒妖怪没当回事 真正让撒妖怪打断唐僧的是 唐僧说 我有三个徒弟 大的姓孙 明悟空行者 乃齐天大圣归正 群妖闻得此名 捉了一惊道 这个齐天大圣 可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 唐僧道 正是正是 第二个姓朱 明悟能八戒 乃天鹏大元帅转世 第三个姓沙 明悟静和尚 乃绝连大将林凡 西牛精此时此刻 应该是判断出来惹了大事了 这么牛的徒弟不是小角色 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 三个妖王听说 各个心惊道 早是不曾吃它 小的门且把唐僧将铁链锁在后面 带拿它三个徒弟子来凑吃 其实这个时候 把唐僧放了对猴哥来具 以和为贵抓错就得了 他们就是个见不得光的三产 低调为第一药物 但这仨西牛精 单纯就是拔扶惯了 他们不知道 唐僧肉的西斜价值 单纯就是这和尚我吃定了 你闹天宫的多大本事 我倒要看看 这仨西牛精 把唐僧还了 如果猴哥还没完没了 这就是纯心找茬 就是不给背后这大佬的面子 结果这仨傻冤家死活扣着唐僧 这唐僧的背景了得嘛 三界挂号的取经独刀族 你那对背景就不好使了 何不这回高低整死你 这其实就类似 很多时日今日新闻里 那对耳熟能详的傻冤家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干的是脏活 不知道自己见光是必死的 不知道自己是不能和任何 高能量圈子有交集的 单纯就认为自己后台硬 随后就惹事去了 等悟空晒两位新官堵住三只犀牛精后 孙大圣见了新欢叫道 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 但已经说了点晚了 随后龙王抓了一只 第二只只见景万 现原身按住臂寒儿 大口小口的啃之吃嘞 这已经灭口一个了 第三只只见蒋木椒 把那臂水倒赶回来 只撞着景秀 那怪只叫饶命饶命 有一会儿个发话了 景秀没在灭口 走在前一把揪着耳朵 夺了他的刀 只叫道不杀你不杀你 悟空要活的是什么原因呢 原著中说 带他上金平府见那刺史官 明究其有 问他个几年假服害民 然后得决 悟空要把这事的影响力扩大 要让民意干这 处决犀牛的手套 等这帮来到金平府后 八戒也驾云上来到 把这两个索性推下子承 与官员人等看看 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 左右累四位新官收云下地 同道府堂 将这怪得决 以此情真罪荡 赞有甚假 八戒也说走的是人间法律 但是书中并没有说 人间的判决过程 都光知道磕头了 所谓又见那府县正官 并左二首领 都在那里高烧宝竹 满斗坟香 朝上礼拜 烧请间 八戒发起信来 撤出戒刀 将壁锤儿头一刀砍下 又一刀把壁锤儿头也砍下 为啥没等审判 八戒就发了信 砍了这俩犀牛呢 这就和悟空忍不住 打死六尔弥猴一样 万一审判的时候 说出啥不该说的呢 这脏手套万一开始赖人了呢 万一说我是受谁是谁的领导 假扮佛爷收灯油呢 这事就大了 不上秤每来没三两重的事 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了 这件事 无论背后是哪一方大佬 都会夸悟空 是这撒犀牛精不上道乱惹事 这已经属于不知道 自己姓啥的脏手套了 早晚得出事 如今虽然每年五万两银子的香油没了 但掩铁声音是永远不愁没有套路的 再存个结即可 悟空和八戒 这是属于给领导们拆雷了 很多生态位上和这撒犀牛一样的那啥们 三思啊三思 很多羡慕这撒犀牛精生态位的 其实你要早早地看明白 他们的代价和未来 多长智慧 其实从最开始 这撒犀牛的结局 作者已经暗喻了 四只公曹报信来的时候赶着三只羊行者道 你既传报咱们隐姓埋名赶着三只羊耳一样 公曹道 设死三羊以应开态之言换作三羊开态 破解你失之匹色也 三羊开态是不假 但那撒傻冤者被这三只羊暗喻 羊这动物就比较呵呵了 最终 金平府侍后建了四星降妖之庙 又与唐僧四种建立生词 各个树碑克文用传千古 旧有的历练条被铲除后 悟空建立了自己的新格局 小时候看西游记 我们看的是悟空 长大了看西游记 很多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女妖怪的身上 步入社会后看西游记 我们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吸取 这部精华的内在精髓为我所用 去更好地让我们去三十而立 四十不获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的 无论科技怎么变化 组织关系协调系统多么的复杂 其实核心的根子变了吗 这个我不评价 这是一个看山是不是山看海是不是海的问题 但我把它放在我进化缓慢的人性这个专栏里 因为再过十年 依然会紧跟各种时事 当年的大佬把智慧托花于小说中 今天在此提出我的一家之言 我希望这篇万字文能够帮助我所有的读者得到她想要的 哪怕只有一句话做到了六听助我 哪怕只有一个小的桥段照进了我们正在遇到的人和事儿中 小丽都万分高兴开心 因为小丽因此成为了对您有用的人 如果因此而去重新翻阅那让我们当年童年激动的经典原著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收获时过敬迁后的新体会和新感受 经典还是那本经典 但我们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们了 最后 也希望我所有看到最后的读者朋友们能够动动发胎的小手 给小丽点赞投币转发吧 一键三连吧 小丽需要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需要大家的助力和温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